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亲爱的阿爸父上帝 满心感谢你 今天你再次给我们机会思想你的话语 请圣灵带领及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祈求祷告 阿们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阅读的经文来自于耶利弥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一章第十七节 首先请大家读所有的部分 我带大家阅读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五节 经文如此 耶和华的话 领导耶利弥说 当听这月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不听从这月这话的人必受咒诅 这月是我将你们列足从埃及地领出来 脱离贴鲁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 说 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照我一切所吩咐地去行 这样 你们就做我的知名 我也做你们的神 我好鉴定向你们列足所骑的事 给他们流奶与迷之地 正如今天一样 我就回答说 耶和华呀 阿们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常处听话或不留意 聆听会导致严重的误会 然而 不聆听我们应该听的话 后果会更加悲惨 圣经中 听这个词语 不仅是捕捉音响或声音的意思 还有回音的意思 就是采取具体步骤或实施 以色列人是一个通过声乐或盟乐 与上帝绝盟的民族 作为立约的知名 以色列人 立当一生遵循改约 然而 在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十七节 十七节这段经文中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却违背了声乐或在反叛上帝的生活中 他们拒绝聆听 顺服或进行上帝的话 他们所做的上了上帝的心 日上帝发怒 由于他们完更的心 上帝会降下惩罚 也拒绝垂听他们的祷告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上帝的知名必须听从他的话 这是作为上帝自明最基本的标准 上帝通过他的话 显明了他自己和他的旨意 上帝希望他的殖民 获在信考顺服中 这样他们就可以做上帝的殖民 而 他也要做他们的上帝 上帝要人听从他的话 如果您真的想听从他的话 您必须每天抽出时间 认真 阅读和学习经文 托马斯·肯皮斯 生活在1379年至1471年 曾写道 聆听的耳朵 确实是有福的 不是聆听外在的声音 而是聆听内在教导的真理 对外在有事物关闭 而赚注于内在事物的眼睛 是有福的 那些渴望将自己的时间献给上帝 并与世界 隔绝的人是有福的 考虑到这些 我的灵魂呢 关闭你的感官之门吧 这样 你就可以听到 主 你的上帝在你里面说话了 您最后一次 请求上帝打开你的心 让你能够听到和接受他的话 是什么时候呢? 请求上帝不仅给你聆听的耳朵 而且还给你一颗愿意遵行他话的心 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得福 我们是个软弱的人 在生活中 我们也许平时不心口顺服你的话 反而根据我们本肉的愿望 主啊 我们今天学了怎么能当你的好儿女 那就是听从你的话语 恳求你 我们每天能够听从神的话 并且遵循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中 愿圣灵帮助我们从今天起 开始要靠顺服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祈求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生活中来遵循上帝的话 照亮世界的黑暗 上帝祝福你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